你别玩啊 你听到手机一边充电一边玩会爆炸的吗 你别听那些谣言 都是假的 加特门 关于手机的谣言 你是因为几个 1.手机边充电玩会爆炸 其实手机充电时用到的电来源于充电器 而不是电池 所以不存在电池爆炸的说法 只要用正规适配的充电器充电 就不会发生爆炸 但是发现手机过热的情况下 就一定要放下手机 2.手机电量见底再充 一次充满再拔 手机的锂电池寿命 是根据完整的充框电周期决定的 大约500个周期就寿终正寝了 所以最好的充电习惯 是多充 浅充 电量保持在65%到75% 电池的使用寿命最长 3.晚上玩手机 开护眼模式 不伤眼 护眼模式会让你在漆黑的环境下 看屏幕更清晰 不刺眼 但是同时也会增大眼睛的负担 在黑暗中 为了看清楚屏幕 我们的口口会放大 此时你的眼睛会更容易疲劳 或累 所以最好的护眼模式 还是少看手机 4.安卓手机比苹果手机卡 随着科技的发展 安卓系统已经逐步优化 跟苹果同步价位的安卓机 已经跟苹果媲美 其实回头想一想 苹果手机有时候卡起来 也是相当气人的 你说是不是 5.本项果这个 situação 3.本项 produkt 速2017VEN 母园